N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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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y NUO你好 阿安幾歲哪裡人 晚上好 我38歲北京人 38歲北京的網友NUO 好來這北京的這個小哥來 你想說什麼 因為韓國的事兒 咱確實也不太 不太了解 我只是想看 以一個看戲的心態吧 我們看一看文在寅全部會不會 也被抓到監獄裡面去就好了 我只想 只關心這個事兒 然後就是想說說民主這個事兒 就是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 有一個誤取 就覺得美國那樣的 中國這樣的不民主 中國這樣的不民主 我倒是觀點不太一樣 我是覺得 每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現況 然後有各自的 包括地理的 包括地緣政治的 包括人民的情況 所以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種制度 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這是我的觀點 就是 你那個可以叫民主 我這個也可以叫民主 我覺得只要不是什麼 什麼皇帝制或者什麼非洲那種法制 我認為其實 我都能接受 好吧 那最後就是 大家最後看誰發展的好 大家看最後誰 統治的這個地方 能心向容老百姓 都買單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然後 那其實中國 因為那個 了解我的都知道 我還是一個挺紅的人 對吧 你們叫小粉紅 或者叫什麼 你現在也紅了 就是很多人要了解你了 好來 你繼續 然後 對 然後我是覺得很多 怎麼說 就是 就是中國的這個制度 好或不好 我們結果來看 在我看來 就是因為我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 然後我也去過其他國家 短暫的生活過 當然沒有長時間去做 就短暫的生活過 然後我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感想是 雖然中國現在的制度也好 還是社會也好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特別多問題 其實中國的問題 如果你有一期說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的話 我也能給你講一大堆 好 但是這個事兒 第一 我們自己人罵自己家孩子 打自己家孩子都沒問題 但是你們外人說 我就不高興 對吧 其實很多中國人是這樣 就是大陸人 很多中國人大陸是這樣的 就是你看在網上如果討論某個政策的時候 大陸的論壇也好 微博也好 甚至直呼也好 就把某個事情說得很噁心 然後說得很嚴重 罵政府罵得不能行 但是可能也許就是同一幫人 當他們就是發現外國的母親或什麼 然後冤枉我們 或者是說中國什麼什麼不好的 然後他們也會跳出來提中國人說話 所以 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可以罵 別人罵就不行 對不對 自己人可以罵 對對對 那我問你 如果台灣人罵了可不可以 台灣人 他如果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而且他說在點上 我覺得是可以 其實你知道很多很多大陸人 他對台灣人很敵意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批評大陸 或者批評大陸人 就是他他敵意並不是因為批評本身 他敵意是因為你批評的不在點上 就是我明明還不錯 對吧 我有很多問題 比如北京有交通問題 對吧 然後有這個現在我們很多人討論的三胎問題 就是鼓勵原來控制現在怎麼又變成鼓勵了 對吧 就是這些東西你可以罵也罵批評批評 我們如果理性的討論 理性的批評 我覺得可能大陸人都挺能接受的 就是你起碼得了解這個事 然後你再批評他 但是很多台灣人 就是大陸人之所以對你們有敵意的原因 是因為你就弄一些 就根本子虛烏有的事情 然後來作為你批評我的論據 大陸人當然不高興了 對吧 那你就是在我看來 那你就是找長毛 那你就是挑我的毛病 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去冤枉我的時候 那誰都不願意 就變成了一種很激烈的對立 你說不清楚 嗯 了解 然後就是我們發展的看吧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說說未來多少年 三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中國才能什麼普選制什麼的 嗯 從我內心我希望永遠不要普選制 為什麼 就是永遠 永遠不要普選 為什麼 首先 首先 有一句話 我不知道傑克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 就是 呃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啊 高尚是 卑鄙是 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 高尚者的 墓志明 啊 所以高尚的人基本上就掛了 卑鄙的人才就是 橫行無阻 是這個意思吧 對啊 就你看 就是 我不說台灣了 不說台灣 台灣自從你們上次四個 那個四個公投案一個沒過以後 四個都沒過 對啊 都沒過就是 是吧 我已經看不懂了 是吧 我覺得不能按人類正常的 沒什麼理解了 所以我就不討論 我就說美國 對吧 那大家都是做這種負面攻擊 就是我選舉的時候 我不說我哪好 當然也會說 但是更多的筆墨是放在攻擊對方怎麼不好 對方怎麼不稱職 對方有什麼錯誤上面 是 對吧 那這東西那就比誰 那可能就選出來 就像大家說的 選出來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糟的人 對 相對不那麼糟的 對 所以 那如果 就是人都會犯錯誤嗎 而且說實話 你做的多 錯的多 那共產黨為什麼那麼多 會被別人攻擊的點 因為他做的挺多的 不管是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兩面性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兩面性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兩面性 我做的這件事即使再好 但是也會被人拿出其中某一些可能很小 也可能很大的東西出來攻擊 對 我記得我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跟我講過一個你們台灣的事 那個 有一個叫什麼慈濟啊 慈濟啊 原來共產黨 不是共產黨去了 是那個國民黨的黨產是不是 慈濟不是吧 自己就是反正跟國民黨相關的嘛 對 然後那個說是國民黨成立的 好像是 嗯 複聯會 應該是複聯會 對 反正類似 對 然後呢 就是 當時 好像你們島內有一個事情 是說 做白血病的手術 就是有很多人是捐獻骨髓啊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就收費用 嗯 因為正常收的費用在國際上可能就很貴 幾十萬美金 那是慈濟 那是慈濟 醫院啊 慈濟 然後最後 那個黨 就在嘴邊 白血病 民進黨 對 民進黨就攻擊那個慈濟嘛 就是說他們掙黑心錢 其實他們只收了很少的錢 嗯 大概幾萬台部吧 嗯 然後他們只收了很少的錢 因為那些股髓的捐贈啊什麼 那些都是免 就是人家都是義務捐 就是不花錢的嘛 對 但是你的儲存 運輸 你的遺址 然後所有這些康復 這些是要花錢的 是 然後他們就算 是每年你們捐了多少股髓 然後你們一個股髓掙多少多少錢 你們就是暴利啊 中保私囊啊什麼的 就變成本來是很好的一個事情 嗯 然後就被他們攻擊的 這個是第二年 就沒有那麼多人去捐獻骨髓 造成台灣很多白血病的患者 得不到很好的治療 這個是台灣人給我講的 我不知道可能你更了解啊 我只是轉述給我傳達的 我不太了解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的政治環境 非常有可能發生 嗯 對對對 所以這就是我說為什麼 不願意 我希望中國以後永遠不要普選 嗯 就是可能我們摸索出來一個普選 內閣制 嗯 還有現在的什麼之外的一個東西 但是那是我們發展的可能 隨著可能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好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辦法 嗯 我覺得那是另一個話題 我們發展的看 嗯 但起碼我現在我挺信任共產黨的 我認為這幾十年我在國內的時光 這個社會是變得越來越好的 嗯 這個社會 在正能量的東西永遠是變得越來越大的 你別再講正能量了 好 來你繼續 有什麼 有什麼 不可以嗎 我覺得好的東西可以說呀 可以可以可以 你講正能量我就想到上一期 好來你繼續 哦 哦 好來 對正能量 嗯 對對對 被你打斷了 然後想說什麼 啊 然後還有就是就是 就是普選制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就是就是剛才有個老哥說了嘛 就是他其實就是把人分群了嘛 分群了之後你用利益或者用什麼觀點 把它分群了之後造成社會的撕裂 嗯 但其實我們看更多的是就是 如果49%的人的利益和51%的人的利益發生衝突 我說很極端的情況 嗯 那51的人如果是投票普選制他一定勝選對吧 對 對 好那49的人的利益誰保證 對啊 沒錯 嗯 是啊 對 就是難道就不能有一個又能滿足他又能滿足 51% 可能大家沒有全拿 是 就是我的訴求沒有全部被保證 嗯 但是另外那一部分人也沒有全部都失去 嗯 對 沒錯 難道作為 就是台灣的 這不應該是他們追求的解決方案嗎 嗯 就是我們我們實行的這個這個民主 我們一直學了一句話叫做少數服從多數 但是後面一句話叫做多數尊重少數 那事實上在實行的目前為止啊 只有前面實現而已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這個 永遠就是只是個口號而已 沒有尊重 嗯 嗯 我覺得從人性的角度是做不到的吧 嗯 對啊就是這樣 嗯 我可能對人性會更悲觀一點 我認為是做不到 嗯 好 來 那那個NUO那個 那我就問問你一下問題啊 你說你不支持普選 那我想請問你 那如果像這種一人一票的這種制度 事實上你們現在也有 只是你們在鄉 鄉這一集以下的 就實行這個人大的這個一人一票啊 那你支持這種制度到什麼 什麼層級 什麼程度 如果你覺得現在的中國 如果是 市長 之類的那種 你贊成一人一票去選市長嗎 國家層級就不講 我地方層級了 嗯 我也不贊成 你也不贊成 市長也不要 我不贊成 我不贊成 對 可能鄉一級那個 就是鄉一級或者村一級 它有一個特殊原因 是因為地方小呢 相對人和人之間相對了解 嗯 而且我覺得那個制度也是叫事性 所以事情就是我這麼做一個事去看 嗯 但結果是不是好 我覺得有公論 因為我確實沒有參與過他們那種所謂的鄉里或村里的普選 我沒有參與過 但是我聽到過一些就是反正評價也不怎麼好 嗯 嗯 嗯 就是越小的地方 越有不少 嗯 妙小 妖風大 痴犬王八多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是你 你就是 你覺得就是不要開放到四級 最多限那一級 就是有限度的 小範圍的 還可以 大了就別搞了 嗯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情 嗯 嗯 對吧 你永遠不要說 因為我 就其實有一些人他做過一個預言 就是說如果 呃 中國真正開放普選了 那當選會是哪些人 嗯 然後我們當選的會是一些 金燦榮啊 什麼之類的 我舉例子 馬雲 馬雲 金燦榮 就類似是這樣的 對對對 那那 對 但是他們可以做爭取 金燦榮可以啊 金燦榮可以啊 哈哈 可以嗎 真的嗎 那我們再聊聊正能量的事吧 好啦好啦 我就說 給不了的啊 來繼續 繼續 嗯 然後 還有就是 嗯 想說什麼 被你一打斷給忘了 沒話可說 是不是 想說的太多了 我想想 嗯 嗯 想說他折要說一說了 嗯 好你繼續 嗯 你說說我沒聽清楚 我說折要說一說 不要去 不要想說太多 全說了 選擇性的說一下 嗯 嗯 那就那就不說了吧 反正我大概意思 我大概意思 其實也表達的差不多了 對 就是我認為 沒有任何一種制度 是目前完美的解決方案 沒有 嗯 是吧 未來什麼樣 這個這個制度會變成什麼樣 我們 我們發展著看 嗯 我覺得為什麼我對中國政府會有信心 我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的原因 是嗯 我認為我們走在正確的這個路上 就是這個事情是向著好的方向去變化的 嗯 雖然目前因為中國太大了 雖然目前確實有非常非常非常多負面的東西 這個你要講負面我也能講很多 好 但是我覺得是越來越少 負面的越來越少 好的越來越多 嗯 我看了美國的一些事兒或者什麼 就是我 所以他的立場可能沒問題 但是在我看來我覺得挺反制的 嗯 嗯 好了解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早一天我可以開一集 就是來討論一下中國大陸現在不好的地方 來被噴一下 對 雖然我是紅的 對我是紅的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相對比較理性 就是我覺得任何東西都是有兩面性 嗯 但是好像在民主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你們無選制的地方 他這種兩面性就真的是 我覺得你們不太會看這個東西 這叫兩極性 好 好 那謝謝你啊 謝謝NUO 謝謝這個北京這個小哥 謝謝傑克 謝謝謝謝 謝謝傑克 拜拜 OK 拜拜 好 來我來謝謝這個YT的這個donate 謝謝J1 記得有一次正春期在節目上罵老公 是批評那次貨車司機紀錄移調 被罰錢自殺的事情 認為老公對普通勞動者權益照顧不夠 然後評論區的大陸人都覺得罵的對 基層農村普選最後就變成家族世襲 城市裡面連小區選縣委會都能搞得亂七八糟 恩 基層農村普選變家族世襲 那也就只能在那個農村那一層級啦 就是有限啦 好 來